喜劇演員的初期 我對我自己有設下一些KPI 第一個就是你要好笑 第二個就是你要嘗試各種不同角色的演出 後來我幫自己加了一個KPI 就是不要失去你的正職工作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很喜歡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在想說我想要嘗試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演出 來表演脫口秀 我也喜歡用一種文青的方式來演出脫口秀 你們知道文青嗎 文青他們超喜歡一些非主流的衣服 非主流的議題 台灣也是一個很文青的地方 台灣超文青 他喜歡跟一些非主流的國家打交道 超棒的 你如果去主流國家的話 總統去參訪的時候都是鋪紅地毯 旁邊都有車子 台灣的友邦呢 你去參訪他們的時候 一下被輕易看到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台灣是我的父母 我們愛台灣 晚上的時候如果說我們蔡總統可能有些時差 然後跟那個酋長 酋長 酋長 跟總統講 跟對方的總統講說 欸Sorry 我們的總統有點時差怎麼辦 我說No Worry 然後我們蔡總統就會睡著 我們蔡總統不休息 所以我今天我想要嘗試的是 怎麼樣要演一個文青脫口秀演員 然後一邊唱著文青的歌 然後來演出脫口秀 對不對 文青都是自己彈吉他 然後譬如說自己搬麥克風架 所以 好 你等我一下 好 哈囉 要等兩秒 Can you hear me? OK 我今天想要唱我最喜歡的 接下來的一個演員 歌手 他叫做陳啟臻 他說帶他的一首歌曲 叫做旅行的意義 但是在開始之前 文青在開始之前 要先跟大家聊聊 對不對 就昨天是五一勞動節嘛 那我覺得 為什麼五一只能夠是勞動節 為什麼不能是救護節 因為 五一一五一 我好喜歡你們的笑容 謝謝你們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帶這首 旅行的意義 你看過了許多美景 你看過了許多美女 你迷失在地圖上 每一道短暫的光影 你們有聽到吉他的聲音嗎 因為吉他沒有接線 而且 而且我根本也不會彈 然後 一個文青歌手應該會在 歌曲的節奏當中 跟大家聊天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的粉絲頁 我的粉絲他們都很棒 他們不會來按讚 然後他們會傳訊息給我說 艾董你要加油 我就喔好沒問題 然後 我偷出 一碗面的按讚數大概會有五百 偷出我演出訊息的話 大概按讚數不到五十 他們可能比較喜歡吃東西 但是我還是很開心 就是這種很棒的文青的粉絲 我愛你們 然後 好我要繼續唱歌 反正你們也知道我不會彈吉他 有聲音嗎 Can you hear me 我聽不到是對的 因為我在練習對準 講到練習呢 我一開始練習 開始慢慢擦肌 早期這世界沒有你 已經和眼淚說不鼓起 但倒數幾十的愛 該怎麼繼續 我 大部分好像都在聊天 文青歌手 就是我個人還蠻喜歡模仿的 然後 然後 也喜歡去文青 要模仿一些非主流的人 譬如說 那怎麼好意思啊 東區德 就我們一個演員 就髒髒的 不大乾淨 所以要乾洗手 然後 我很喜歡模仿一些非主流的 譬如說 我們家的鹹酥雞 不加九層塔 就是我們家巷口賣鹹酥雞的 那再下一個 下一個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 雖然說 我們在那個黑面 聽台上的人 幹過 但是我也很高興 內心是很歡喜 在座的師兄師姐 都有掛嘴鞍 這是一種大愛的表現 是誰 你們好棒喔 除詞 除詞 再給五分鐘 我講一個 講一個 這個 愛董 愛董很強 很強 他很強 愛董強在哪裡呢 愛董強 模仿 模仿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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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點弱 因為為什麼 缺乏練習 他如果再繼續練習下去 再練習下去的話 會怎樣 我一開始練習 開始慢慢超級 不要 我覺得不好意思 我失態 卻說不出 我的原因 卻說不出 你欣賞我 那一種表情 在防疫期間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戴口罩 你是什麼表情 I don't care 我覺得好像有點多了 人強說出 你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 就是你離開的原因 離開我 就是旅行的意義 最後 我想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聲謝謝 為我們度過一個這麼愉快的夜晚 然後最後我還想要問問大家 Can you hear me? 沒有沒有沒有 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我想要問 我想要問 我翻譯了 最後 我想要問大家 我們今天四個表演者 有沒有達成 極小KPI 有嗎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愛豆 每週三晚上八點 會員專屬卡米蒂 OpenMind直播 就在08卡好笑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